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 欢迎来到明日正线 我觉得这个事越来越过分了 什么事越来越过分了 就是那名啊 妈妈是北京人 爹是伊斯利人 出生在北京的那个女孩的爹妈 哭的鼻子哭上的脸 接受这个凤凰卫士 应该说安排 以色列官方安排他们跟凤凰卫士 做个采访 然后呢 说很想念他 想跟他说生日快乐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扯淡 你今天就是那么的重要 一定要在中国的网上 做这样的舆论吗 所以可见他们很清楚 这一次啊 在哈马斯的这个背后啊 某些大国的影子 特别明确 所以说不然的话 你解释不了这个这个事啊 对不对 你不予余力的 花这么大的力气 打这么大的感情牌 一定要让中国人来接受 这个一个事实 我觉得这有点过头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个新闻 呃 所谓的 中乙混血女孩啊 说白了 这个就就你混淆试听了啊 他就是个以色列人 因为他是跟他爹的啊 他就是个以色列人 遭哈马斯掳肘 父母哭泣求助 盼有人跟他说生日快乐 以色列南部一户外 音乐节 7日遭到哈马斯武装袭击 目前造成至少 已有260人死亡 25岁的 所谓中义混血女孩 诺瓦 在音乐节 被哈马斯掳肘的影片 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 目前诺瓦和他的男友 均笑了不明 诺瓦的父母 10月10日接受凤凰卫视 独家专访时表示 目前连连没有得到 女儿的任何消息 10月12日 就是诺瓦26岁的生日 只希望他能平安回家 诺瓦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 受了哽咽 看到诺瓦被俘的影片 撕心裂肺 他表示 希望能有人帮他 跟诺瓦说生日快乐 诺瓦父亲说 如果有人可以祝福他 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 如果能通过中国人的帮助 向他传达我们的爱 谢谢 这就是我要说的 大家看到没有 你在妈皮这东西扯 这东西扯淡不扯淡 扯淡不扯淡 那么 我想说说一点啊 你今天 这个女孩 她是以色列人 她被哈马斯 我们讲被哈马斯 掳走了 那你应该去向哈马斯要人 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没有参与这个战斗 我们只是说 政治上我们分析说 这个背后有大国博弈的影子 但是你没有直接证据 和官方的声明说 我们就参与这个事 这根本不大告的 哈马斯做这个事情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跟伊朗都没有关系 我们自己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要反抗占领军 那你女儿也是一个 以色列的 国防军的军人 对吧 那你们是军人 这个军人被他 哈马斯的军人 扣为这个人质 那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以色列 如果对加拿大地带 你这种狂轰滥炸 我就干掉一名人质 那你现在应该去向 内塔尼亚湖去求救 而不是向我们求救 跟我们没有关系 OK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说 在这个新闻的下方 很多中国人都在留言 跟我们没有关系 不要来找我们 你们是占领军 你们 在这些年 对巴勒斯坦 人民犯下了这些罪行 犯下了这些罪 你们应该去向他们 去求这个情 但是当你们自己 拿这个枪 把去取水的 巴勒斯坦 加沙地带 这些小孩 给干掉 这些画面 我们都是有看到的 你们去驱赶和殴打 那些守无寸地的平民 我们也看到了 所以说 你们自己种下什么因 解开了什么果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这个微信上面 有一个博主 叫平原公子 他写的文章 我觉得挺不错的 对吧 用文字图片的方式 详细的记录 继续下来了 这件事情 但是他也透露了一件事 他的微博 由于质疑以色列 他的微博被禁言15天 那么也就是说 微博上是不可以发 这样的文东西 那在微信 马化田是可以发的 百度李彦宏上面 也是可以发的 但唯独微信不行 因为我说过 马云戴的扁帽 去哭墙 手伸的那个墙缝里面去了 在跟神做些交换 他们所谓的神在做些交换 其实不就是 堕天使路西化吗 对吧 因为今天所有的这个 他们这个国民全族属性 或者说信仰他们的人 都是无比傲慢和贪婪 试杀的 这就是堕天使路西化 他所有的他的习性 就是这个习性 所以说你今天 这个凤凰卫视 我说凤凰卫视就是个银窝 就是个鸡窝 就是个鸡窝 就是干这个逼式的 啊 你看那个傅小天 把秦刚给整成什么 逼扬了 啊 算计秦刚 把秦刚给算计的 啊 外交部部长的位置都丢了 所以我说过 这个凤凰卫视 就已经不应该再存在了 对吧 你天天拍一些什么屌的东西 对吧 你凤凰卫视 还是他妈去去 去是你跟他们在这里搞这种采访 在中文世界进行传播 你想表达什么 你为什么不去采访一个 啊 对吧 被截肢了的 啊 巴勒斯坦的小孩呢 听听巴勒斯坦小孩 他们的讲述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儿童 他们所受到的疾苦 能不能你凤凰卫视也去做个采访 听他们说一说 哎 小孩你的腿为什么被截肢了 你的爸妈妈妈为什么不在你身边啊 你哥哥怎么没有了 你为什么是个孤儿啊 你为什么这么瘦啊 你为什么营养不良 你应该做这样的采访 所以他妈那个凤凰卫视是干什么吃的 还在他妈逼这个地方帮什么 哦 这件事情就怎么 让他过不了了 一定要在中国人面前去去宣传这个事情 一定要让中国的舆论去倒逼中央 说中央 你怎么不救中一混血儿啊 你连中国人都不救 战狼在哪里啊 吴京在哪里啊 现在也能跟这个扯上关系了 啊 不是说中国是这个建设的后盾吗 啊 而且这个小孩的父亲 你看到没有 他们哎 全民都是他妈逼 搞他妈这个这种政治的 所以我一点都不会去心疼他的父母 第一个他的母亲跟外国人结婚生小孩就是在背叛这个民族 这一点我是绝对他妈逼不论可 第二个 那就是他的父亲 并没有因为女儿 对 他也许他女儿被掳 这个事情他伤心 但是他在利用他的女儿 在替他们这个国家在做政治宣传 在吃他女儿的冷血馒头 那这个总行为 即使在这个时刻 家人分别的时刻 还在吃的这个冷血馒头 还在算计和利用自己女儿 在中国中文的世界当中 去搞这种政治操弄 我觉得这他妈就是让人不吃的 啊 反正我们大家不关心这个事情 你不要叫我们去发出什么声音 我们不会去发出什么声音 我们也不会去谴责我们的国家 怎么不发出这个声音 我们国家的政策很明确 我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啊 我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所以说到现在还在吃这种冷血馒头 所以你说他们可心疼吗 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很悲痛吗 啊 不应该很 还说什么 他的生日 我很想一个中国人帮我们 我想一个中国人说给他听 中国女儿生日快乐 你见在这个话 应该去跟内坦尼亚胡说 内坦尼亚胡 你你们利库德集团 不要再再去对人家狂轰烂炸了 只有你们停火 你们不炸 他到现在他都不讲 说我希望停火啊 不要对平民的杀戮 他不讲的 还在这个地方搞这种政治操弄 真他妈的我觉得恶心 作偶啊 在这个时候还要搞政治操弄 真他妈的想让我觉得作偶 如果说这个 这件事情是他这个父亲 他本身就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父亲 简单就是头狼 你他妈逼 都要吃你的女儿 那些馒头 你叫我们同情个屌 第二个是他妈以色列政府 故意他妈逼操弄这件事情 那他妈那个逼 就让我觉得更加恶心 更加恶心 你为什么不讲 大家不要打了 停火吧 我们不要这样杀戮下去了 维持现状吧 对不对 不要开火了 把联制换回来吧 跟我们没有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 对吧 对吧 我们千两天不管这个事情 我们我们不去承认这个事情 你什么叫中以混血 你中以混血跟我中国人没有关系 OK 你们过去那一套在欧洲寄生流浪 活了几千年 就是搞这一套关系 一个他妈的犹太的一个高 放高利贷的 找个当地的女的结了婚 然后他妈每次要杀一样 我跟你是亲戚 这个你看这个孩子 是你们的孩子 你用这一套 他妈活下来 跟我 挂我们吊事 我们不是这一套的 对吧 非我族里齐心必毅啊 你看看乌克兰的那个 斯林斯基 对吧 他不就是可萨人吗 对吧 你看那个美国白宫发业 白宫安全发业人 约翰科比 以色列这一边 阵亡这么多人了 他流眼泪 但是真流眼泪 因为他也 他也是 可萨人 但是你看 乌克兰阵亡 四十万 四十万 这个白毛子 对吧 他流眼泪吗 不流啊 斯林斯基 流眼泪 不流啊 对吧 那又不是他们 又不是我 我们一个民族 都非我族里 齐心必毅 怪我屌事 你居然这个北京的 这个女的 你干嘛选择了 跟这个可萨人 一起结婚 你们去找那塔尼亚湖去 这一切 不都是你们平时干的事吗 现在妈那个鼻 被打了 被揍了 他妈那个鼻 卖惨了 对吧 这个嘴脸 真让人 真让人想吐 真让人觉得想揍 所以我这个凤凰卫视 他妈就是个银窝 嗯 就是他妈这么 干这种 这种事的 你们这种媒体 还他妈存在 中国世界里干嘛 这个媒体就应该 给他解散掉 北京以前 把他妈的 那个窦文堂 搞什么 呛呛三人行 还搞什么 那个日本什么 李小木 傻逼一样 在那里几个人 往那里讲 叽叽歪歪的 像他妈的 这个什么脱口秀一样的 确定 这种 节目都给他 关掉了 还他妈不觉得 这些年 他妈的凤凰卫视 他妈搞出来 什么他妈节目 没有 那妈 这老师 那老师 不是拉 拉批条的吗 在那里 找一些 跟一些老板 跟一些官员 他妈睡一觉 不就是干这种事情吗 妈 这个人都没有信仰 他妈天天 你才往这种人干什么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屁股都已经歪掉了 那么狼子都已经野心了 狗日的 这种 这种他妈节目 就应该给他 关停 关闭掉 别的他妈的 来给我们 恶恶恶心咱们 他妈真的他妈恶心 真的他妈想吐 做我操 什么 中意混血 不中意混血 那么 说到这个 这种B事情 那要 讲另外一个 一个事了 所以我说过 不是说你 他妈逼你 你加入别的国家 你就是为别的国家 去服务的 那个陈雷啊 陈雷把他给放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消息 遭中国 扣押三年 澳洲华裔记者 陈雷获释 中国官方媒体 中国环球电视网 48岁的澳洲籍 华裔财经主播陈雷 被指违反中国国安法 在中国遭扣押三年 澳洲总理 二八年四十一日 证实 陈雷已经获释 并返回澳洲 与家园团聚 CGTV 为中国官方的 外语国际频道 接待强化 对海外的国际宣传 陈雷 2020年8月 先遭中国警方 指定居住所 监视居住 21年2月 遭正式逮捕 开始接受 正式的刑事调查 陈雷10岁时 随父母移居 澳洲 对吧 获有这个昆士兰大学学位 2020年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英语国际频道 后改为中国环球电视网英语频道 之后还曾担任美国财经新闻频道 CNBC的驻中国记者 那么这个陈雷呢 他具体的这个犯的这个罪 是什么罪呢 基本上已经很明确了 他就是 把在就是在每天要播报的那个节目 要说些什么东西 就中国的这个舆论这一块 有些秘密什么的啊 一些资讯 用手机发送给啊 境外啊 这个境外不就情报情报机构吗 对吧 发送给境外情报机构 那么大家想想看 这不就是典型的间谍行为吗 啊 判刑判 两年十一个月 啊 陈雷受境外 机构能源 判拉 违反与聘用单位签署的保密条款 非法将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内容 透过手机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 啊 对吧 所以说 你这个华裔 不是说你华裔不华裔的 我已经说过了 不我们不管你是华裔不华裔 还是你就是中国大陆人 只要你他妈的背叛这个国家 你不会这个国家服务也就算了 你背叛这个国家 或者说你啊 以一种皈依者狂乐的一种二椅子的形式来 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 那跟我们是没有 就是我们会惩罚你 但同样的 不是因为你是华裔跟我们就有关系 你加入什么国籍 你他们就是就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是哪个国家的人 因为毕竟 对吧 我们比如说在哪里 现在在以色列撤侨了 或者之前在苏州安撤侨 我中国人 我吃中国护照 就是上解放军的军舰的 你吃美国护照 你就是跟着 美国的运 美国的飞机走 你是英国的 你就跟英国的飞机走 你是日本 就跟日本的飞机走 你加入那个国籍 你就是那个国籍的公民了 懂我这意思吧 不要他妈那个飞机跟动不动 跟跟我们来来来扯扯上什么关系 往往啊 对我们这个民族 对这个国家伤害最深的 就是这些加入别国国籍的 可能曾经出生在大陆的人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大陆出生过的 这种二鬼子 二鬼子是他妈最最可怕的 啊 因为他来危害你是零成本的 他的这个文化背景和语言背景 对吧 他说哎呀 这个我到中国来来应聘啊 怎么怎么样的啊 我我来做做主持人做记者 其实他妈他在大量的在这里 他妈为境外情报机构工作 啊 所以说你别再跟我扯什么这个蛋 什么华裔 华裔本来就不是中国人 懂我这意思吗 他们现在往上搞的 华裔就不是中国人 你吃什么护照 你就是哪国人 不要跟我扯这些东西 好吧 啊 我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护照的 我就是我就是这样把你中国人 OK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OK